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在新的一年里 在这个地方先祝大家 心想事成 财源广进 那么展望今年的一个行情 有哪些的一个股票在这个地方 是大家可以来做一个留意的 maybe去年历经了很多的一个利空的一个洗礼 那对于今年的一个展望 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感到的 一个相关的一个惶恐跟不安 不过对于今年的行情 我认为可能整个台北股市将有大行情 为什么 我们从过去的年线图来看 你可以看到不论民国79年89年97年 都是一根的黑鸡棒的一个修正下来 那么甚至在去年也是一样 但是每一次黑鸡棒修正下来的时候 就会孕育出一波难得的一个低阶减评 或者一个大好机会 从过去的经验是这样 我想今年的一个台北股市也将不例外 maybe可能第一季第二季因为有一些这个企业库存调整的关系 那可能指数会在万事道理线的一个关卡附近 在这个地方持续出现的一个区间震荡打底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想随着一个第二季到下半年整个的一个需求回温 那么整个这个后市台北股市就渴望的一个持续往上攻 那我想在区间震荡打底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时间点是大家可以来特别的一个留意的一个地方 那么到底有哪些的一个股票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关注的 我想盘面会说话 虽然最近的一个指数并没有大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大涨上来 比如说像醋酸纤维素的一个材料K1 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大涨 醋酸大涨的一个超过一倍 再来像工业电脑的一个安情也是一样 从52块3一路大涨上来 今天再创新高 哇也大涨了一个将近的一个七成 从这些的一个股票 能够率先领军的大涨上来 那么基本上它就具备有三大的一个要件 就是我常说的 第一个主公股必会领先趋势做上涨 第二个主公股必会配合现行的要求 第三个主公股必会符合环境的意义 那么到底现阶段还有哪些的一个股票 是在今年金兔年 是大家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首选的一个股票 基本上第一档我带来的就是 IP的一个细致财的一个金星科 为什么我会看好这档股票 可能短线可能它还在高档进行的一个震荡的整理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整个美国的一个管制中国大陆高级晶片 那么在大陆为了在自主的研发的一个晶片 然后刚好台厂来抢占这样的一个商机 那大陆要研发晶片要靠谁 当然就是靠台厂的一个IPC制裁的一个利器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我认为 你可以看到它连线目前也在今年也准备 开始正式的扳扬向上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它只要有拉回 可能季线会稍微跌破一下 但是破季线我想大家不必担心 因为一旦跌破季线的时候 往往可能又会出现一个最好的机会 我想这档股票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 这个场景的一个关注 那么再来包括安控场也是美中贸易对市 自下的一个最大受费股 那这些都是长多的一个走势 当然机长过后不是叫大家去做最高 但是如果有拉回你可以看到 我上面我画一条的关键支撑162.5 如果说有来到这个关键支撑的位置去护金 我想像这样的一个具有成长性的一个股票 就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系统的一个整合工程的 一个亚翔也是一样 也是标标准准具备的一个多头的一个上空的走势 尤其今年整个的一个营运 整个获利可望持续的大爆发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可以看到它长期青年的一个打底之后 那么股价会只是这样涨个三成四成吗 我想不会 这种股票的一个今年的一个利益都还非常的大 再来包括的一个IPC制裁 有人可能说包括金星科很高 没关系我们可以选什么资源 资源在相对低档 你可以看到根据左缘右缺形态的一个理论 因为左缺所以右边它要回来做一个打底 但是打底它只要能够站上时日线跟月线的一个关键位置去转强上来的话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后市就有一波飙涨的一个机会 再来包括IPC制裁的一个APP也是一样 第一季第二季库存调整完期之后 预期第二季可望恢复成长 那像这样具有的一个转机成长力机的一个股票 一旦双脚足底达成 那后市我想就会很精彩 再来包括的一个板卡厂的一个主机板的一个技嘉或是滑琴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滑琴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能够标涨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凶悍 从82块1一路标涨到157.5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库存趋化又于预期 股底渴望自股底翻身 加上它来自的一个超伟NVIDIA跟INDAIR这些的一个新品问世 带来的一个换机潮 还有伺服器的新客户新专案的一个加持 渴望带动公司今年营运重返成长的轨道 所以这个部分都渴望带动在公司在今年营运 持续的一个向上成长的一个价值之下 我想像这类的一个公司都还很多 只要各位用心去寻找的话 那我相信在今年台北股市财户翻倍不是梦 那除了这些的一个股票 如果有更多更好的第一手的一个标股或讯息的话 我都会透过NINDER或TELEGRAP 无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